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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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我就跑来了 那那一次啊 最旁边黑客松的时候 我本来没有想过 可以挖坑成功 因为我就是带了我的问题来 那在那个Gilvy的资料夹里面 也有教你怎么提案 你要写出你的需求 可是其实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不知道 工程师有分前端跟后端 你知道这个世界 就是会出现东西 就直接了这样子 所以我怎么知道 那当然 那时候也还没有挖坑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工程师 可以跟我 帮我厘清 其实你需要的是 地图专业的人 你需要什么什么资料库的 什么的 都不知道 我就是来 讲我有个问题 你知道工厂在农地上 然后那次 我真的觉得运气很好 因为就跳坑的人非常多 然后跳坑的人 也都可以接受说 这个麻瓜显然 完全搞不清楚 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开始 做这个专案 可是就像 所有产品开发的过程 我很怕 我许了一个愿 把我真正的发展性 框住了 他们说 你是要一个APP吗 你要一个网站吗 你要一个Lightbot吗 他们讲了好多好多种东西 但我不知道 这个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的劣势是什么 所以呢 后来我就开始去找 G20V 以前的很多很多的 专案被提过有什么 从黑客松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比赛里面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G20V 有这么多死掉的专案 就是原来这么多的工具 都有人做 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当时我真的害怕极了 就是所以到底 如果我们想要打造一个 解决公共议题的数位工具 它是真的可以发生的吗 如果我看过去黑客松 这么多的例子 那么多的坑 然后显然没有太多坑 可以存活下来 或者解决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 就是害怕极了 然后我又不知道 可以问什么 因为其实我来的时候 我知道陆陆续续 一定也都有些NGO 在G20V提案 然后也都不一定 有产出东西 所以显然在社群这里 也都在好奇 你们NGO到底想要什么 那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好 就是很多人 可以一起聊这些事情 然后我也才发现 就是当我觉得 所谓的没有完成 没有继续 没有人知道 因为真的 我们大概在开发了 我记得一两个月后 我找到了几乎 一模一样 我们需要的工具 以前在 好像在总统杯黑客松 就有提案过了 可是我们居然 试着捏那个形状 捏了一阵子 才找到以前的人 做过的事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到底有多少 重复的问题 重复的工具 一直在这里打造 然后我真的觉得 就是好浪费哦 就是你们怎么会 大家都想要解决问题 可是我们为什么 再重复的解决 但是啊 就是浪费这种事情 它是一个感觉 一个尺度 就像半杯满 还是半杯 就是少 然后以及 因为我是花莲人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花莲人 对地震的感受 绝对跟台湾人不一样 然后今天就是 从花莲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在摇 但已经 就是五感 大概五级以下 我们都没有 没有办法有什么 激动的感受了 所以当我那时候觉得 我在G0V的 很多专案里面看到 我觉得 这些专案都没有 再继续做了 怎么会死掉这么多呢 或者是 会不会太浪费了 你们同一种东西 做了两三种 不同的 同一个公共问题 但是有两三种解决方式 那时候我就开始回头想 为什么我 这么在意这件事 为什么我觉得浪费 那我就在想 可是大家都好像很OK 就是专案做出来 没有继续 就这样啊 不会怎么样啊 或者一个工具 热门了一阵子 后来没有人用 不会怎么样啊 所以呢 我后来就发现 必须要先让大家 就是工程师们 认知一下 就是做一个倡议工作者 我们其实有一些思维框架 也就是我手里面的锤子 当我们遇到一个公共议题的时候 我们不会立刻解决它 我们会先辨识 它可能是一个现象 现象不代表问题 就像农地上面有工厂 这是现象 但你只把工厂拆掉 就解决问题吗 可能不一定哦 所以你要先找到现象 现象后面的问题 然后你要找到那个问题 攀附在系统 或者结构上面 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东西 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因为万一我们把它拆掉了 OK他们找别的地方再涨出来啊 所以我们就会去介入系统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想要去创造改变 可是那个改变 不会由我们定义 是由相关的权益关系人 他们的状态是否有被改变 我们才会定义说 他创造改变 所以当我来 就是Gillion V提案 要挖一个坑的时候 我后面想的是 这全部的东西 而不是只是 农夫们要通报 做一个回报系统给我吧 那这就是我们就是复杂的大脑 所以呢 我怕大家不一定了解说 这个事情有多复杂 所以我就直接用 this factory来举例 那右边就是可以看到 农地为张回报系统 它就是叫你回报 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 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回报 左边是已经发生的 就是我们造成的impact 已经改变了 这个国家在农地工厂 就是以前新增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在2021年减半 然后在2023年时候又减半 所以现在台湾 其实没有那么多农地工厂了 那在我们的倡议路径上 的确先止血 就是不要再有农地的损失 所以我必须要说 有行动有影响 但不是因为这个行动 所以创造这个影响 不是因为这个output 造成这个outcome 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真的以为 只要狂回报 就可以改变这些的话 那就有点太简单了 所以那其实到底我们当初 为什么会打造这个工具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象的改变它 基本上要来自 我们自己定义好了 并不是这个世界上 这样运作啦 但我们认为系统的改变 是比较可以 就是让现象的消止 所以其实像 要改变台湾 你要找到什么呢 你要找到钱啊 就是国家预算在哪里 很多县市政府都会说 没有钱拆啊 我们知道那里有工厂 没有钱拆 所以我们其实拿了这些 农夫举报的个案 去要求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编列预算 编列拆的预算 然后他们就说 没有法源 我没有那个法 可以这样拆 所以我们也因此用这些个案 因为一直每一年 都有人在一直回报 然后我们可以拍到那些 非常大的工厂 然后去开记者会也好啊 去游说也好 跟他们说 你必须安排人 安排钱 你必须改 修改你的自治条例 让就是 这件事情可以做下去 所以的确 到后来 违章工厂变少 或者甚至有一些资讯 就是越来越透明的公开 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一个 想要做环境问题解决的工作者 他跑来 打造一个工具的时候 他想的会是这个过程 那This Factory 其实就是 我们那时候 每个礼拜三都一起小聚 然后非常多人 前后已经70几位 贡献者参与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些人会想象说 这工具应该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开源文化很有趣的 就会是你有各方的人 各种的想象 各种的态度 他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应该要加游戏功能 让大家更想 就是才 我就是想说 如果再延长 因为大家不一定熟悉This Factory 之所以会需要有这个回报系统 是因为我们的国家 会泄露举报者的身份呢 就是不小心的嘛 那所以其实 他们在每次举报的时候 都非常的快 不能被发现 不要被拍到 身份不会显露 我们甚至那时候也在试着去 例如说延后他们上传的时间 所以这样子 当别的 如果我是工厂主 我看到我的东西被举报的时候 我不会去掉我的监视记录器 昨天谁在我门口 我知道是哪个人举报 我们要做到这种事情 好 总而言之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社群的人一起参与的时候 This Factory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的确就是倡议者跟开源社群的工程师们 大家一起去磨合 没有办法说 谁许愿就做什么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倡议路径存在 所以一开始也有人说 好像不够开源哦 然后我们在想 但是农夫们的资料是绝对不可能给出去的 为点位啊或者什么啊 某一些增长的趋势或数量 就是我们不能让大家发现某一个箱一直在 你知道疯狂的有人在检举 好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所以我们也才发现 NGO其实当他 当我们在想要打造数位工具的时候 好像跟工程师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做工具的目标 就不是在回报一间才一间 而是我们知道个案可以施压在系统的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创造改变 这其实超级绕的 这一点都不直觉 那我们也要拜托 就是那时候在打造工具的时候 陆续都会有一些修改 因为有可能议题正在成长在改变 像是后来农委会释出了一堆空拍图 假设2010年拍过一个全国的空拍图 然后2020年又拍了 然后我们就发现 如果让大家比对同一个地点 这上面长了超大的房子 说不定他就是 所以我们的贡献者们 大家家家就一起做了一个游戏 叫大家来招场 就是让键盘 大家在这里不用在现场了 不用到农地上面 就可以帮我们做比对 然后也用那个方式 我们举报了超多间超大型 但是因为不一定找得到 它可能位置很偏远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跟社群一起工作的时候 一切都有变动性 都有可能性 但也要非常多的沟通跟磨合 那后来呢 就是回到就是刚刚讲说 那到底在G0V我看到了这么多的专案 这些我称为死掉的专案 后来我当然 我等一下会重新定义死掉这个字 就是像是我举几个例 我本来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谈我要举的例 因为我怕 就是有一些专案的挖坑的人 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伤 你怎么可以说我的专案是死掉的呢 但是啊 像是我那时候 找到了Ronnie在做的台湾公司关系图 我同事现在超爱用 我们只要遇到什么案子 都立刻先用那个工具 去看清楚台湾 像我在花莲嘛 那我们东海岸有非常多的开发案 当一个开发案出现的时候 我们看环评书 去看那个公司 然后就可以知道 它后面原来是哪些相关联的企业 什么样的投资 像这样的工具 可是在我去找之前 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Ginview好多工具都存在一个 我不知道它在那里 先是我运气好 我找到我来用 所以我自己其实很好奇 就是打造这些工具的工程师也好 提案者也好 他是怎么去想象 他在打造一个解决公共问题的数位工具 他跟我们想的一样吗 就是拿在手上就出发吧 还是我打造完了 放在这里 有缘人就来使用这样子 我自己心中就充满了好奇 当然从害怕就变成好奇啦 OK 所以我就试着踏上了解工程师大脑的旅程 首先呢 这真的超好 不能讲 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就是这是我们在Disfactory 做回顾会议的时候 就邀请工程师们啊 贡献者们 大家写为什么会来 为什么会留下来 我以为大家会是你知道 我想要捍卫台湾农地啊 我要拆几间工厂啊 然后答案就是 就是这样子耶 然后我都在想说 我误会什么了吗 因为在NGO的事件里面 很多的参与者都是正义感爆棚这种情况 可是Disfactory 我们真的非常多的贡献者 一直就是前扑后继的出现 居然是因为这些原因 这让我更好奇了 原来参与G0V的工程师们 他们没有那么 应该是说我觉得更 更没有形状 因为在NGO或者在倡议界 大家的样态是蛮一致的 你可以想象 就是你知道充满正义感 可是在这里有各种可能 那我们做Disfactory 来的人非常多 他们为了什么留下来 好像不一定很重要 重要的就会是在我们每一次小聚的过程去 怎么让大家 就像我刚刚讲的 去沟通去磨合 去做出这个 希望同样的路径去 好所以 真的就是超级多来练功的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大家不介意就是 因为我自己不是工程师吗 其实我不知道可以怎么练功 可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也好啊 或者已经跳坑的工程师 他们会愿意陪伴新的工程师 然后超佛心 例如说有些工程师 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之后 他还去挖了他的同事同学什么 进来接手 我就觉得 哇 真的是佛心来着 所以Disfactory可以被打造成一个 非常好的工具 让我们达到后来那个倡议的结果 我自己觉得算是 某种程度真的有运气的成分 因为我 当然后来就在观察很多的专案 好 那 不可能就这样子 我就了解了 就是工程师的大脑在想什么嘛 我还是很想知道 来G0V提案 想要解决许多公共问题的 这些数位工具开发者都在想什么 所以呢 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我有跟三位大叔一起吃早餐 这三位大叔都刚好是G0V的参与者 也有跟NG有一些关系 然后也有跟就是我们 这个专案之所以可以那么顺利 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专案经理叫小班 我们就常常在讨论 我脑子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这两个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 Sami所就是give the speech 就这两个题目 那我觉得先谈左边这件事 因为我相信 大家如果在自己的文化里面 一定不会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特别 那我刚刚不是说 我觉得那些专案都死掉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开源的软体的一个特质 是大家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 它是可以再被开始的 它是可以被修改的 那所以它我看是死掉 很多人看是还没有被继续而已 然后或者是在数位工具的打造上面 其实成本是相对低的 也就是可能就是工程师 他要有一定的能力去写 许多人一起加入 可是因为如果 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就是NGO工作者 在我来看任何工具 他都要花钱花时间劳师动众 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象过 数位工具的产出 很多时候并不像传统工具这么耗能力 那还有例如说像是我们在那次的speech 就是谈这些 就是我的整个那个my set被冲击 迭代迅速 对 那时候他们说disfactory根本 不是还有很多问题吗 他们就说可以上线了 我说有问题为什么可以上线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数位产品其实它具备这样子 它如果一旦进去以后 在可调整的限度下 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所以非常多的冲击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了一个NGO工作者 如果不去理解开源文化 或者数位产品的特质的话 我可能就会要求 就是你应该要做一个 长得就像什么样的东西给我 但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可能性 就像现在disfactory 或后来大家来造成的这种 就是我觉得创造性啦 那这是一边 那另外一边就是跟那个三个大叔 我们一起就是做了一个那次的就是对谈 那我们在谈的也就是 其实NGO组织是一种相对很硬的框 它是一个有既定目标的 像本会 就是我们就是得处理农地工厂 我没办法让它变成游戏啊 可是社群就是一种 我很开心 我愿意 有动机就投入 我今天不想我就走了 所以的确我们的专案里面 就是有人来有人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到底我要怎么去看待或去想象或共创 那那时候我们四个人的聊天 就把经验统整在commitment和ownership 那如果有兴趣的人 大家就去找2020年的G0P的summit 就可以去看这两件事 总之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只跟这些人谈 我跟了很多很多工程师 都去聊了我心中的这些疑惑 甚至我还记得跟现在正在另外一场 做那个speech的DDIO 我问他说 所以你告诉我工程师 会做了一个超棒的东西以后 他不介意有没有被大量使用或者什么 他可能就这样 他就愿意走了 因为我们好多 就是贡献在this factory的人 他没有回来问说 是不是很多使用者 是不是有创造改变 没有他就走了 然后那时候DDIO跟我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工艺品 如果你打造了一个非常美的 一个masterpiece 一个作品 你不一定要看到它被使用 你可能在这个打造的过程 你的成就感已经完成了 我真的想说 这也是有可能 难怪真的很多工程师愿意来 而不是说 你一定要成功地拆掉工厂 我才要帮你继续 一起贡献在这个专案里 所以所有的人用不同的原因来 然后在小剧的时候 我们作为就有点像是 因为我是说 组织有它的框 是优势也是劣势 我们在那里永远都是一个主人 一个host 然后我们让所有的需求的人 在这里去交流好了 有时候会就是辩证啦 好 那我就运气很好 所以我其实就慢慢地去了解了 我们两种文化的差别 那这个是我自己 在我们基金会内做的演讲 因为disfactory的成功 就让了很多我的同事 或倡议工作者说 那我们赶快去G0V提案吧 我们再解决几个问题吧 那其实后来 我就是在跟他们分析 一个工具 它能不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你要很精准的 可以有几个状态的判断 在运动的阶段啦 工具的目的啦 群众的意义啊 开发的成本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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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门槛很高 那我想说 我会在这边准备这个东西 是因为也许各位 比较不是NGO工作者 所以我会想要让你们 去了解NGO工作者 在看待问题的 看待工具的时候 其实超级复杂 因为呢 就这一张图就好了 它已经是一张 很简单的图了 像我们在看待运动的时候 这是 你们也可以去Google 翻译它就是一本书啦 然后它把美国的一个 肺和运动 做了一些分析 在社会运动上面 我们如果用一个框架 一个方法论去谈 它可能有八个阶段 有四种参与者 我的数位工具 哪一个阶段 哪一种参与者 要让它做成什么impact 这都是我们要去分析出来的 那才能够打造一个工具 所以对我来说 回头再看到 Gilin V的所有的其他的专案啊 或者是活下来的啦 或者没有 没有再被启动的这样子 我后来就 自己发明了一个字 我称呼这些 有一些工具 我称呼它们为卧土 也就是它们降低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门槛 例如说把资料挖出来 例如说把资料容易可以取得 像是 像Running的那个公司关系图 它就是 它的确就在那里 然后没有办法说再去推播 可是它可以被使用 那这种就是卧土 然后如果说是 我一定要从头 那我就先这样好了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 NGO去提的数位工具 我们比较像想象的是 手上拿了一个毛 我已经有方向了 我需要扔出去就中 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下 如果今天又有其他NGO 来这边提案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要 去想一想对方在 所想象的工具是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很急着 要扔毛的 就是NGO工作者来这里 然后那个工程师 做的东西是一片卧土 其实很难精准地 扔出去的话 就会有就是 沟通上的落差 在使用上面也可能会有 就是更多的磨合要去发生 对 所以我今天会想要做 这样的speech 就是因为我想说 花了五年 我大概有一点懂了 然后只是我很可惜 没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让更多的 NGO工作者理解说 其实到G0V提案 是一种养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许愿池 因为并不是每一只毛 都能够那么精准地 被打造出来 然后也会想要跟 就是G0V的工程师讲说 就是卧土的存在 的确蛮关键 但是如果可以再更精准一点 或者让大家可以接触到 让更多我们这种倡议者 可以使用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 好好的运用 改变议题的现况 因为农地工厂这个议题 我自己做就是倡议十年 很少可以看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针对系统做这么大的改变 非常多的县市政府 做了改变 没有disfactory去回报的话 我们做不到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自己是蛮期待说 在G0V的社群里面也好 台湾的就是这种 科技社群跟公共之间 是有机会创造更多的 就是像disfactory这样的东西 好哟 以上就是我的短讲 有点长 那就是 我其实没有准备slido或那些 有人想要提问或回馈吗 请说 嗨 喂 我蛮好奇就是 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 觉得disfactory当初可以在 G0V提案成功 然后延续到下去 而不是像 可能其他大多数专案那样子 后来都没有了 关键因素有哪些 或是当初做对的哪些事情 才能让它成功的 装导到这些改变 好问题耶 我后来有知道 可以聚会的地点还蛮重要的 很实际 我们办公室永远都可以聚会 不用钱 随时每个礼拜三 但很多的专案都在约地点 NGO Hub还要申请 这很傻我知道 但是这是好像蛮关键的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社群氛围 也是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人 找我们访谈 就是有学者在分析 要我们这个案子 怎么样可以做下来 那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这个社群的 氛围还蛮融洽的 所以大家会一直来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进坑以后 就是OK啊 来这边蛮好玩的啊 可以聊天啊 搞笑啊 不是每天都叫你写call 好不好 我们都 我们会干一些蛮蠢的事啊 所以就是好玩 我猜是这两件事 有硬体的一些支援 然后软体上面 人跟人的互动关系 还蛮融洽 以上 还有没有 请说 想问问 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 或是需要克服的 跨越的一个困难 不一定挫折啦 对跨越的 有啊 像一开始 因为我们320要开记者会 就可以拜托大家 320之前写好吗 就是 然后 然后那时候 因为小班真的教我非常多 他说这些工程师 每天在公司里面 就是背这种事情 你要在哪一天 daylight之前做 然后你现在在这边 这样跟人家讲话 对吗 后来 后来就是我讲说 那个社群相组 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去问每一个人 他的状态 然后如果OK 就往前 所以我觉得 真的在沟通上面 花很多的方式 然后 大部分 都还蛮顺利耶 挫折 我觉得还算还好 嗯 谢谢 还有吗 哦 哦好 我先让没有问过的 这位问好了 请说 您好 想请问一下 您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能够把专案 更精准的推广出去的话 专案的效用会比较大 可是可能很多工程师 并不是那么熟悉行销 或者没有那个预算 去打广告 那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把专案推广出去 会比较好呢 对 这是好问题 这可能也就是 那个我所说硬体上面 因为我们是一个基金会 然后所以我们有一定的 其他的资源 就是传播的管道 或者传播的预算 因为我一定要讲大家来找场 那时候我想要找那个怪奇事务所业配 我想说终于有让我有机会跟怪奇认识了 超贵的 可是后来他们用很棒的方式 给我们做一个合作的赞助 所以我们还是有推出去 对 所以如果只是一般人 只是社群的同好的话 的确很难有具体的方向 这就是NGO的优势了 不好意思 那还有一分钟你讲 好 就是我蛮好奇 如果想要更了解 就是 如果用科技当作 可以解决那种事情的思维的话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限制 或违外的话 可以用哪些参考的书籍 可以看吗 或是哪些 可以学习的资料 我那时候其实来这边 跟很多人聊天 我觉得还蛮多工程师 其实是很多案例 就是别的地方都做了什么 什么样的工具 因此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在那样的想象下 然后我再对应到台湾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聊天 因为我自己在书籍上面 没有找到相关 可你可以来找我聊天 我知道超多事的 那基本上应该 今天差不多 我们Disfactory有在 Select里面有个channel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 然后问问题或干嘛 那我们基本上每隔周三会小聚 然后有时候会请假 但是大家还是会在那边聚会 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 不用说是来做回报系统 因为它现在好棒棒 如果想要聊这种社群啊 NGO啊 环境议题 科技工具 我觉得都可以来聊天 好 以上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